近期的中印边境可谓大势不断,但是核心地点基本都是围绕迦勒万河谷发生,这块地方到底有多重要呢? 以致印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挑起边境争端。 在6月15日爆发的中印流血冲突,可以说瞬间吸引了全球各界的关注。 从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能看出,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,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,蓄意发动挑衅攻击,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,造成人员伤亡。 而最近一次发生冲突的地点也恰恰是在班公谷地区,紧邻加勒万河谷的南侧。 有意思的是,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,中国西线的主要战场也是在加勒万河谷地区。 显然,这块地方对于印度来说,不仅仅只是一块边境地区这么简单。 据了解,加勒万河谷地区,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清西部,在喀拉昆仑山和钢底斯山山区地带,地形险恶,导致交通不便,加上高寒缺氧,周边荒无人烟。 而加勒万河在这里向西注入什约克河,向东则连接阿克赛清中部平原,向西则连接克什米尔地区的什约克河谷,是阿克赛清地区通往克什米尔地区为数不多的交通要导之一。 地处边境战略要冲,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而此前,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点也清楚,印度对于克什米尔地区的贪婪是毫不掩饰的。 该地区属于大平原环境,只要解放军南出加勒万河谷,冰封破入克什米尔,大军就能直逼印度首都新德里。 地理环境的因素让印度没有任何利用的可能性。 而且,克什米尔两侧土地肥沃,对巴基斯坦来说,自己控制的区域是本国主要的粮食产地。 而另一侧印度的控制区域,又是印度主要的经济作物产区,任何一方都不想放弃该区域。 而中国又和巴基斯坦关系亲密,因而在印度人眼中,加勒万河谷就像是一个埋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,而这个开关又落在中国人手中。 这让有点莫名其妙骄傲感的三哥十分不爽,但又无可奈何,最终也就有了此次冲突的原因。 归根结底,就是想利用蚕食战略,制造继承事实,一点点地挖出中国人控制的这枚定时炸弹。 而对中国来说,虽然不至于天天想着大军南下攻克心得里这种事情,但是中国人却认一个死里,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都不能少。 自中国的近代史开端以来,中国已经尝够了这样的痛苦。 就如同此前军方在社交媒体上所写,任何人如果打算占便宜,搞挑衅,搞蚕食,搞入侵,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决予以回击。